而在台南也出現了幸運兒 昨天1.1大樂透開在了台南一人獨得 業者聽聞省訊非常的興奮 只說日前的門口無花果突然間大量結果 後續開出了投獎 就像是幸運果一樣 更傳出了 這名幸運兒不僅是一注獨得 還對中了12注3獎跟15注5獎 再帶回38萬元 讓人非常羨慕 一起發財 財券好好夯 裡裡外外都是人 等不及一早就來報到 釋手氣 最新大樂透一彎富翁就在這裡開出 消息曝光彩券行串紅 左鄰右舍道喜 民眾搶瞻喜氣 大年初一晚上 大樂透開獎 1.1億多元的投獎 一人獨得 發現長落自己家 業者又驚又喜 回想日前門口種的這顆無花果 突然大量結果 就連夢境也很神奇 前半個月我有夢到 有人跟我講說 你最近很旺 傳言這名幸運兒不僅一人獨得頭獎 還中了12注3獎和15注5獎 多帶回38萬多元 推測是包排8個號碼 疑似花1400元八連碰 帶回上億獎金 突年第一天開獎 億萬得主 待會滿滿彩金 民眾羨慕 沾喜氣 帶動買氣 一勸再手 希望無窮 記者綜合報導